古老的智慧和不朽的经典 撥开现实的迷雾 天亮时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19年的6月25号 这个礼拜呢 G20峰会在大阪就要召开了川普将和习近平见面 这次见面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一次谈判的结果将直接决定 中美贸易战的走向 也可能在谈判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戏剧性的事情 有的人他认为 谈判的结果可能是双方会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那么也有人怀疑川普会不会 先桌子揍人 就像当时在越南河内和金正恩的会面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有一点肯定 就是说川普棋会之前的气氛 相当的不好 其实在 双方不管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发出的一些悲观的言论 还是说中共那边的宣传 其实都不是对贸易谈判抱有很大的希望 当然现在很多的人在 媒体上做了一些分析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分析是来自于前美林证券的首席经济师 他的名字叫斯达兹海姆 斯达兹海姆就提到说这次川习会有可能会产生三种结果 他对每一种结果还给了一个概率 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说川习会 决定了双方的贸易谈判再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川普并没有给出一个时间表 也就是说 是谈判的进程而定川普可能加税也可能不加税 那么这个概率大概是45% 那么这个可能是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那么第2个就是 双方谈判的结果是 川普 说一定要加税 但是给一个缓冲期 比如说60天到90天 也就是说在 中方可以有一定的时间 进行腾挪然后争取在这60到90天之内达成协议 当然这种概率 他分析是35%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双方没谈拢 两个人连提都不提关税的事情 那么等到习近平走了之后川普就会立即加税 那么这个概率他说是20% 也就是说 从他的分析来看 就说川普 不会马上加税或者是说根本就不加税 这种可能性加在一块是80% 川普马上加税的概率是20%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虽然不是一个经济师 但是我对他的估算正好是相反的 我认为川普在谈完之后在川习会之后 会马上启动加税 这个概率至少能够达到80% 而不加税的概率是20%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证券师他们在 分析的时候通常都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 但是我想 我们需要从政治的角度也要看 同时我们对双方的心理还要做一定的分析 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会怎么走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什么样的棋是最好的一步棋 他的best move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我们会知道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决策机构它通常最后的决定 决策并不是最佳战略甚至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战略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一下有三大理由 川普为什么会在川习会之后尽快的加税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川普他自己为人的风格 他这个人喜欢一种极限施压 当一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会利用他手里面可能有的杠杆 利用他手里面可能有的牌给对方施加最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川普从今跟墨西哥之间有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 从威地马拉呀 从一些南美国家来了很多的非法的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是要跨越墨西哥整个的国境 才能够到达美国的边境 那么川普一直跟墨西哥讲说 你要把这些非法移民挡在你的国境之内 甚至挡在你的南部边界以外 不要让他们过来 但是墨西哥对这些非法移民一直采取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 放任他们来到美国的边界上 所以川普就对墨西哥进行了极限施压 他当时就讲 说如果 墨西哥不采取行动的话 从6月10号这一天开始 我们将对墨西哥输入美国的产品 加关税加5% 如果墨西哥还不行动 我们将每个月增加5%的关税 一直增加到10月份加到25%的关税为止 他当时发出这样的一种强硬信号之后 说6月10号就是一个最后的期限 那天是星期一 结果在星期五的时候 墨西哥屈服了 墨西哥说我们愿意在南部边境上增加6000人的军队 把这些非法移民挡在墨西哥的外面 这样的话川普说好那我就取消这个关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把关税作为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 在使用 他在挥舞着这个大棒 向墨西哥施加压力而且确实是非常管用的 那么这一次其实川普对中国方面的加税 10%、25%两个阶段 就这个本身来说的话跟他对墨西哥的策略是非常一致的 所以我想川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 对于上位征收10%关税的那剩下3000亿 美元的中国商品 川普还会再一次挥舞这样的牌 而当川普挥舞这样牌的时候 我估计习近平他很难马上就示弱 这是第一点 首先是说 从川普的意愿上来讲的话他是愿意 采用关税的方式极限施压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说 川普在跟习近平会面之前 双方本来是应该营造一些气氛 但是习近平做了很多小动作 他见了四波他不应该见的人 当这四波人一见之后的话 其实他已经给川普传递一个信号 我是把你当作一个对手 或者当作一个敌人 否则他没有必要做那些小动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他会见俄罗斯 总统普京 就是在 6月初的时候跟普京的这次会面 他所谓是说 中国和俄罗斯建交70周年 因为其实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因为当时跟中国建交的并不是俄罗斯 而是苏联 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 后来苏联解体之后 中国跟俄罗斯邦交关系继续保持下来 他表面上说我跟俄罗斯建交70周年应该庆祝一下 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一种 非常明显的联俄抗美的姿态 这样的一种姿态对于川普来说它是不可接受的 川普这个人其实是相当强硬的 我们看到他跟金正恩之间有的时候像吵架一样 金正恩说我有核武器我有一个核武器的按钮 我如果按一下之后的话我就对美国形成打击 川普说我桌子上也有这样的一个按钮 而且比你的还要大 所以如果你要是跟川普采取这样的一种 对抗姿态的话川普他一定会强硬的回击 这个我觉得是 你建俄罗斯这种联俄抗美的策略 川普会很不买账 这是第一波习近平不该建的人 第二波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 吉尔吉斯斯坦的境内他们举行了一次峰会 这次峰会上习近平也去了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当时在 这个峰会上川普当然他又见了一次普京 这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在这次峰会上他还见了另外一个川普极为反感的人 就是伊朗总统鲁哈尼 我们知道伊朗跟美国的关系现在非常紧张 在奥巴马时代 伊朗他当时和美国签订了那么一个协议 就是说他的 停止核试验然后美国 取消对伊朗的制裁 川普对这个协议本身就非常的不感冒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川普他等于是不但取消了 奥巴马当时跟伊朗签署的协议 而且对伊朗 重新施加制裁 所以当然鲁哈尼作为伊朗的总统来说的话 他也是 很不满意的 对这个事情 那么前一段时间还发生了伊朗击落美国的无人机事件 所以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而习近平在会见鲁哈尼的时候他有一个讲话 他说不管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 中国都将坚定的和伊朗 站在一起 然后建立这样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你这就是 给川普难看 所以 你和川普最痛恨的敌人勾勾搭搭搭 你想川普对他的观感会怎么样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也是习近平 破坏了G20峰会之前 会谈气氛的一个非常 昏的一个昏招 这是第2个 他不该见的人 他第3个不该见的人就是不该去见金正恩 6月20号到6月21号的时候 习近平突然间对北朝鲜进行博士访论 表面上 也是说他要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 但是实际上他又是 在向川普叫板表示 我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是一个 举足轻重的力量 如果我和金正恩会谈之后我可以对整个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细节 整个会谈结束之后 建交70周年这样一个重大的 庆祝活动包括国事访问 中朝两国竟然没有签订任何的联合公包 也就是说 他们在重大的问题上其实是有分歧的 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其实他一直是想 绕开中国跟美国直接谈 就是所谓的川金会嘛 也就是说 他只是把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作为一个筹码 来增加他自己谈判的分量 实际上他并不把中共作为 他所要依靠的对象 或者是说他愿意是听从中共的 他是想跟美国直接谈 而川普他也是想跟金正恩直接谈 他不想把习近平引进来 所以两个人本来互相之间通信有沟通的管道 现在中国横插这么一杠子 那么习近平实际上给川普送了一个什么信号呢 就是说我虽然不能保证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无核化的进程搅黄了 因为你之所以金正恩走入到谈判桌前 不就是因为你对金正恩制裁吗 如果我中国能够向金正恩 输出那些他所需要的能源或者粮食、奢侈品等等 那么我就可以维持它的存在 那么金正恩就可以不跟你谈 这就是 习近平向川普送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川普肯定也非常不高兴 所以金正恩的是习近平不该见的第三个人 第四拨人就是塔利班 这个在6月20号的时候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已经向外面 明确的承认说塔利班的 这个头 他到北京访问 塔利班其实是美国 在阿富汗战争中一直想要竭力消灭的这么一个对象 而且就是说 实际上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 重要的媒体 就是说这个主流媒体 就已经报道说中共在 给塔利班卖武器 那个时候阿富汗战争还在进行之中 而且当时200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它有一个武装直升机被塔利班给打下来了 当时打下来的时候飞机上有22个美国的特种兵 就是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所以这些人他们被打下来等于是 塔利班用中共的武器欠下了美国大兵的血债 所以说其实 川普这种事情的话他一翻这个旧账的话他就会感觉 你为什么在跟塔利班勾勾搭搭是吧 你觉得你可能对阿富汗这个地区 有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实际上你等于又在跟美国叫板 所以见普京 见鲁哈尼 然后见塔利班 然后见金正恩 这四拨人 就是在6月份川 这个川习会之前 习近平连续见的四拨人 都是川普的敌人或者是竞争对手 所以你想这个会谈的气氛不可能好 所以 当习近平见了这四拨人之后的话我想川普 既然是你在量肌肉嘛那么川普也量肌肉 所以川普在6月18号的时候他就发布了一个 命令 实际上是美国商务部的命令 就是对中国五家国有企业 加以制裁 把他们列入实体清单 不再向这五家企业 去输出技术 也就是说把他们的地位放在跟华为同样的地位上 不向他们出口芯片 包括在软件方面都要控制 这五家企业实际上就是中国一些芯片研发企业 还有中共的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企业 所以实际上是在硬件和软件方面 美国对中共进行了实质性的制裁 尽管习近平他做的事情只是在量一个肌肉而已 他只是做一些姿态而已 但是 遭到了川普毫不客气的打击 所以说这是 从习近平本身来讲 他既然 在会谈之前采取这样的强硬姿态 这样的一种甚至带有敌意的姿态 所以我想在会谈期间他也不可能一下子突然把身段放得太软 所以这就是说 如果会谈不成功习近平不肯做关键性的让步的话 那么 川习会之后川普也可能马上会加税 这就是川普在会后会迅速加税的第二个原因 这是我的观察 第三个原因我就是在想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他已经没有什么退路 没有什么关键性的步骤他可以让步了 比如说美国 提出了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说你不能盗窃知识产权 比如说你不能进行政府补贴等等 在这些方面其实中共能够让步的空间也极小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中国的国有企业它的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下的 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的话 中国的企业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国际上它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华为 它像其他别的国家在输出它的产品的时候或者是卖它的产品的时候 它的报价比一般的美国企业要低40% 它为什么能够低这么多呢 并不是因为华为它掌握了什么就是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是降低成本的一些方法 而是因为中共对它提供了大量的补贴 特别是华为它提供买方信贷 就是说你买我的产品你没有钱不要紧 我给你提供买方信贷你可以分期付款 如果你付不出款来的话这笔钱就一笔勾销 而后面支持华为这种买方信贷的就是国开行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华为在全球的扩张 它是在中共强力的这种金融资本的支持之下 才能够完成的 如果中国的企业它不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它也有那么大的研发成本 如果中国政府不给中国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的话 把它的产品拿到国际上 它是根本跟其他美国那些企业 没有办法竞争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话 它对于国有企业产生的打击 就是政府不再给他们补贴 对这些企业的打击跟川普加税之后的打击其实是差不多的 既然这样的话那中共何必还要 就是在这个方面问题上让步呢 因为让步之后的话跟你加关税也差不多 它就没有必要让步 甚至它可能是说它让步的话 它对于这些企业的打击更大 当它不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的时候 这些企业就更加无法生存 而且国有企业我们知道那是中共的钱袋子 如果他们没法生存的话那中共的钱 可能很多来源都会枯竭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 中共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以让步的空间 这也是我觉得在川习会上 习近平不太可能向川普让步的原因 当然我们刚才给了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川普喜欢极限施压 第二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他本人的这种心态 就是说他一直想保持一个强硬的姿态 这是第二个原因 他也不太想让步 第三个其实即使他想让步的话 他也没有什么可让步的 这三个条件一摆 我们就知道这个谈判就很可能没结果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川普他会马上就 加税 当然在这方面的话还有很多其它别的原因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分析了 因为包括香港G20 峰会之前呢他们会 这个民阵会举行一个大的这种 集会 这个集会的话就是要求撤回送中条例 这个事情还涉及到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也是给习近平施压的一个角度 那么还有其它别的包括国内一些 习近平的政敌也在给他下套 包括一些国内的智库他们会提出一些 一些非常弱智的一些分析和看法等等 这些方面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在后续的这个 节目中的话呢会继续加以分析 这个关于这个川习会啊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抱有一定的希望 但是就是 在我看来 从会谈之前的气氛来讲就很糟糕 会谈的这个 结果的话呢 我也很悲观 所以我觉得川普 对于这个 川习会之后马上加税 这一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这个我们 再观察吧就是说看一看后续发展会怎么样 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这个分析还 角度 比较新颖或者说您对我们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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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